在璀璨夺目的娱乐圈中,女明星们的美丽犹如繁花般绽放,美得各有千秋。 然而,在这群光彩照人的佳人之中,也不乏一些特殊的美女,她们的正面容颜宛如画中仙子,美得令人陶醉。 但一旦转到侧面,那原本的完美似乎就有些失手,突出的嘴形,塌陷的鼻梁,短小的下巴。 这些面部的小瑕疵,在侧颜中一一显露,仿佛打破了那原本的完美画卷,但正是这些细微的不足之处,让她们的美更加真实,更加有血有肉。 她们并非完美无缺,却也因此更加动人,灵妖杨幂。 杨幂,这位娱乐圈的璀璨明星,无疑是公认的大美女,自出道以来,她的颜值犹如一幅流动的画卷,随着岁月的流转而逐渐蜕变。 曾经那张略显方正的脸庞,如今已化作精致的瓜子脸,背后的付出与努力不言而喻。 如今,她的五官更加立体鲜明,充满灵气,明艳动人,而其中,那双眼睛更是她五官中的点睛之笔,杨幂的眼睛,前宽后窄,宛如一汪清泉,圆溜溜地,透出一股可爱的气息,微微下勾的眼角,则为这双眼睛增添了一抹妩媚,使得她在凝视她人时,总能散发出一种勾人心魄的魅力。 除了眼睛,她的五官比例也堪称完美,立体而饱满,额头占据整张面部的三分之一,与高高的眉骨相得一张,使得那双原本就漂亮的眼睛显得更加深邃。 然而,即便是如此美丽的杨幂,也有被人诟病的地方,那便是她的下巴,这一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的侧眼,从正面看,她的五官顺滑流畅,无可挑剔,但一旦转到侧面,便显得有些奇怪,鼻尖微翘,鼻孔外翻,下巴线条不够流畅,使得侧眼的整体效果不如正面那么惊艳。 在与其他明星的合照中,这一缺陷更是暴露无遗,尤其是与国际张鹏矿时,杨幂的侧眼明显逊色,张子怡的五官大气而高级。 相比之下,杨幂则显得有些怪异,鼻子连接人中的地方,似乎留下了整容的痕迹,导致鼻子下方留白过少,再加上皮肤稍显松垮,与张子怡的对比更是惨烈。 尽管如此,杨幂的美丽依然无法否认,她的颜值与气质,让她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,成为无数人心目中的女神,零二妮妮,妮妮,这位以某女郎身份展露头角的佳人,拥有一张极具特色的东方美,脸庞,她并非那种标准的三庭五眼,美女,却以一张不完美的长方脸,她鼻梁和肿眼泡,展现出自己别具一格的魅力,这种与众不同的美,让人百看不厌, 仿佛在千篇一律的标准美女中注入了一股清流。无论是在娱乐圈的众多女星中,还是在身材的较量中,妮妮都以其出众的外貌和气质脱颖而出,她只需简单地站在那里,便能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氛围。 仿佛每一刻都是大片拍摄现场,尤其是当她穿上旗袍时,更是美得令人窒息,让人无法一开视线。 然而,妮妮也有与其他女星相似之处,那便是侧脸的魅力不如正脸,她的正脸美得令人惊艳,但侧脸却显得有些平平无奇,尽管侧脸并没有明显的缺陷,但给人的感觉却不如正脸那般惊艳。 也许,这就是她作为角度美人的独特之处吧。 妮妮的美,是那种需要用心去发现和欣赏的美,她的每一个角度都蕴含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,正是这种独特的魅力,让她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,成为了众多人心目中的女神,林三于书星。 在《青春有你的》舞台上,于书星如同一颗璀璨的明星,以她独特的魅力引领着潮流,那一声清脆的,哇哦,仿佛成为了她的标志性口号,让无数网友记住了这个活泼可爱的,小作精。 舞台上的于书星,总是那么甜美动人,充满自信,虽然偶尔有些,细精,的表现,但却总是恰到好处,让人忍俊不惊。 她的长相在娱乐圈中,或许不算惊艳,但却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独特韵味。 于书星的面部特征中,幼泰与鹅蛋脸的完美结合,赋予了她一种天生的甜美感。 然而,她的五官也有其独特之处,上停短,中停过长,形成了一种罕见的,长中停幼泰脸。 这样的面部结构,在常理上,可能会显得老态,成熟。 但于书星却巧妙地运用了自己的鼻梁低,山根叫她的特点,在视觉上弱化了中停长的问题,保持了那份难得的少女感。 然而,这样的面部特征,也给她的侧颜,带来了一定的挑战。 尤其是在与其他女明星同台合照时,侧颜的差距更是显而易见。 近年来,于书星在风格和装造上,进行了大胆的尝试,整体提升了她的颜值。 但一旦涉及到电视剧的拍摄,她的侧颜问题便成为了不容忽视的弱点。 嘴巴的微凸,让部分观众在观看时感到有些出戏。 或许正是因为深知自己的侧颜短板,于书星在镜头前常常以嘟嘴的方式,巧妙地规避了这一缺点。 她的这种小技巧,不仅展现了她的聪明与机智,更让她的形象更加生动有趣。 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的舞台上,于书星用自己的方式,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《零四唐嫣》。 唐嫣与杨幂等人同位《八十五花璀璨星辰》中的一员,她的颜值在娱乐圈中如同璀璨的明珠,令人瞩目且百看不厌。 想当年,在《仙剑奇侠传》中,唐嫣饰演的《紫萱》一角,可谓是她颜值的巅峰之作,那一袭紫色细服,仿佛为她量身定作,不知道触动了多少观众的心弦。 虽然唐嫣的长相既甜美,又带着一丝颜细风格,极具塑造性,但她面部最明显的缺点便是那突兀的,额头,因此,在剧中。 我们常看到,唐嫣用精美的头饰,或是柔顺的刘海来巧妙地遮挡额头,以展现出她最美的一面,一旦离开了那些修饰额头的刘海。 她的颜值似乎也会瞬间受到些许影响,此外,唐嫣的侧脸中,颧骨过高,脸颊略显凹陷,这也是她面部的一个小瑕疵,从侧颜来看,这些特点确实会影响到整张脸的精致度,因此,唐嫣的面部特点非常依赖于造型的打造, 若是妆容或发型没有运用得当,便会大大降低她整体的气质以及颜值,但即便如此,唐嫣依然以其独特的魅力,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,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女神,05欧阳娜娜,欧阳娜娜,这位财貌双全的青年大提琴演奏家,在舞台上总是光芒四射,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。 她的人生,仿佛就是许多女孩心中的梦想,凭借着音乐的天赋,她成功踏入了娱乐圈的殿堂,虽然她的颜值并非那种惊艳思作的类型,但却有一种独特的耐看之美,给人一种舒适自然的感觉,宛如林家小妹般的亲切。 她的五官中,最为亮眼的莫过于那双明亮如星辰的大眼睛和玲珑小巧的嘴巴,给人一种清纯可爱的印象,毫无攻击性。 然而,当欧阳娜娜与其他女星同框时,她的侧脸却成为了她的一大短板,在一张与吉娜的合照中,吉娜的侧脸线条流畅,额头饱满,鼻子挺拔,加上那优越的头骨,宛如女神下凡。 相比之下,欧阳娜娜的侧脸则显得平淡无奇,额头扁平,鼻子塌陷,缺乏立体感。 此前,欧阳娜娜与宋祖儿同台参加综艺时,侧脸的对比更是惨烈,欧阳娜娜的颜值全靠正脸撑着,一旦转到侧脸,便瞬间从正言美女,沦为侧脸路人,而她那略显肉感的鼻子,更是成为了她侧脸的败笔。 尽管如此,欧阳娜娜依然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努力,在娱乐圈中闯出了一片天地,她的音乐才华和独特的魅力,让她成为了众多粉丝心中的女神。 或许,在颜值上她并非完美无缺,但她的才华和魅力却足以弥补这一切。 06蔡卓妍,自TWINS出道以来的蔡卓妍,一直给人一种清纯,可爱的形象,一张精致小巧的,娃娃脸,非常的耐老,抗打。 当年,她饰演的,紫蓝仙子,娇憨可爱,是观众印象中的,初代甜妹,也是让人无法抗拒的,白月光,尽管她刻意扮丑,也掩盖不住她灵动,可爱的气质。 但她与同队的阿娇相比,就显得逊色许多。阿娇的五官,无论是从正面看还是侧面,折叠度都非常高,骨相与皮相的结合堪称,盛世美颜。 而蔡卓妍的五官,就显得有些扁平,虽说,长着一张甜美的,娃娃脸,但她下巴过短,额头不够饱满,软组织过多,从侧面来看,就显得像是在一张平面上,加上部分位置有些凹陷,瞬间减少了个人的精致和甜美,整体多了一丝老气。 如今年鱼四十的她,仍旧追求着,少女感,本身就属于圆脸的她,过度填充,导致面部发肿,逐渐,瞒化。 这让本就堪忧的侧颜,雪上加霜,灵漆王燕,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,当年《环珠格格》中的,秦儿,当年饰演,秦儿,的王燕,长相温婉动人,名模好齿,属于,代言戏,美女,由于她的五官清秀,出演的角色,大多数都是古装, 因此还被王有评为最美,古典美人,之一,而她饰演的多种角色,至今还令人印象深刻,由于她的长相比较温婉,清秀,因此,五官的立体度不高。 从正面看,王燕的长相拥有着东方人的审美标准,弯长的柳眉,精致的双眸,搭配上精致小巧的嘴巴,给人一种我见游脸的感觉。 然而,侧脸便不如正脸那般精致,人中较短,鼻子扁塌,脸型过于圆润,没有棱角。 这样的五官特点,会让她随着年龄的增长因为浮肿,大大降低颜值,淋巴温碧霞,有着最美妲己,之称的温碧霞,颜值绝对是娱乐圈内的,佼佼者,她的五官甜美,眼神妩媚,女人味十足。 她饰演的苏打几,之所以至今无人超越,还要源于她五官的眼与唇,她的眼睛是典型的狐狸眼,内眼角向下勾肩,这样的眼睛在看人的时候既有种勾人心魄,又有种我见游脸的感觉,再加上她精致小巧且饱满的嘴巴,更是将打几的温柔和妩媚完美诠释。 然而就是这样一张无可挑剔的五官,却输在了侧颜上,其主要原因是她的五官立体度不够,鼻子扇根的位置不够挺拔,若单从正面来看的话,属于标准的,东方美人,脸型顺滑流畅,软组织饱满,一平一笑牵动着人心,但侧面看上去折叠度很低,鼻子塌,下巴短,可以用一马平穿来形容,虽说侧颜拉低了整体的形象,但是早期的温碧霞,一头无黑亮丽的卷发, 配上烈焰红唇,将氛围感瞬间拉到极致,奈何随着年龄的增长,温碧霞的侧颜越发变得,拉垮,即便是穿着打扮再显年轻,也拯救不了她扁平的侧颜。以上这几位明星的真实状态告诉我们,人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,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缺点,正是自身的不足,拒绝容貌焦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